字幕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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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自私化的做法 但是實際上有時候你要看到 題目也要有感覺對不對 所以我們昨天有一個題目是 你看完他有沒有想到 捷 捷是哪一個 失去看你 這一個 這一個 範例十六 那時候我說範例十六 我們是希望說 你看到這個東西可以分成紅色的總合 跟藍色的總合去算得來 可是實際上有人會把紅色藍色 紅色藍色的交叉 直接看成另外一個東西 他其實就是在講 什麼 循環小數碼 所以有時候你在看題目的時候 你不要在那邊 也是有特殊技巧 其實技巧有很多種 有時候是從題目觀察出來 因為微積分他這件事情 他其實是一個很聰明的動作 有時候你把自己的動作 限制在那種題型裡面 其實不好啦 OK 所以像二思體的話 其實他的做法 也有一個知識的做法 因為他有一個標準答案 之後你看你要怎麼樣的結果 你可以給他乘上那個細數就好 可是我們要的是看到那個東西的想法是什麼 OK 所以這個問題的話 你在看的時候 你可以怎麼看 有人在看的時候是這樣看啊 他看這個東西的時候 他看到 他有一個九變成兩個九 兩個九變成三個九 那人這樣子做的 重要的技巧就做 十的一次方解掉一 就是一個九 十的二次方解掉一 就是兩個九 十的三次方解掉一 就是三個九 所以今天你在那個 他三個加起來的時候 他有一個九 兩個九 三個九 我們最常用的手法就是這樣子 OK 這樣九就跑出來了 可是問題是我的九好像不是那麼大啊 我的第一個九 他是0.9 所以他是除以十的一次方 那我第二個九呢 他是0.099 他是三個小數點 所以他應該是除以十的什麼 三次方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子去觀察完之後 把這些東西再形成 你可以看到規律 所以你要先從看完題目 你要去想 怎麼去記錄這些事情 用一個特訊 藥件去把它記錄下來 把它記錄下來之後 你就可以去觀察 你在整理這個數列的時候 可以怎麼整理 如果不好觀察的話 我們會建議說 我們進來已經找到國語律 那部 就會寫成一個系格嗎的形式 那他是從k等於1代進去 帶2進去 帶3進去 所以1代進去要長成這個樣子 2代進去要長成這個樣子 所以 我們可以很快速的寫出來 他就是10的k次找線型 因為第一個 1代進去的話是10的一次 2代進去的時候要10的二次 3代進去是10的30 所以這個地方寫這樣就對了 可是樓下他數的話 1代進去 如果寫10的k次也會對 可是帶2的時候就會發現他不是3 所以你要觀察他的係數他是135 所以他是一個10的2k-1對 他是係數 所以你就可以整理成這樣 OK 好 那 有時候整理完之後 你再看影片的話 你就會發現 他其實還蠻不錯的 還蠻好險的 那就可以寫成10的k等於1代進去 你可以把它拆成兩個 拆成兩個的時候 你會把它寫成10的2k-1 分析10的k 這個10的2k-1分析 我這樣回出來 對啊 這個分析他減他就是他分析 這個分析他減掉這個分析1 就這樣 那這個時候這個新格嗎? 你就可以分配給他們兩個 那分配給第一個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的電話 如果你可以把它打開再去觀察 這個時候在觀察 應該就可以觀察一些東西 如果想要在系統版面直接看的話 那你就要稍微整理一下 因為我們要看到等比的那個比嘛 那我們通常在寫等比數頁的時候 都是在寫r的k次方 所以你要整理處理會可以用k寫的 可是那下面這個整個就是r 可是你看到樓上那個是10的k 我會接受 可是下面他寫的是10的2k 那個2你要處理一下 所以我們要整理他的話 整理方式就是這樣 第一個那些整理方式的話 先把那個10的-1次方先除掉 10的-1次方 10的2k-1那個-1就是10的-1次方 17號 好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裡面的東西 就變成什麼 這-1出來是10的-1嘛 10的-1就是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就是乘以十 那乘以十就寫在左邊 那這時候你看到他是10的2k分之10的k 那我說過我想要看到的樣子是什麼k 那你就會發現那個10的2k的2 就變成10的平號就是100 那這裡就是10 17號 這就整理完畢 好那這個時候你再觀察一下 這是什麼東西 這就是k-1帶進去的時候 會有一個10乘上這個的1次方 那k-2帶進去的話 會有10乘上這個的2次方 所以他是一個等比數列 啊這個等比數列公比是誰 百分之十 就是十分之一 你就觀察一下 好那後面那個勒 在sigma打進去的話 sigma k-1到無限大 照抄 可是還是一樣我喜歡看到的是 什麼括號k字方 那這個時候會看到那個括號 那個-1又是一個問題 所以他丟出來是十二負一 是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帶分五就是十 那可是你還是希望看到什麼k字方 所以那個 二次方就可以那個 十的二次帶k字 而上面的1就寫1 所以這個時候你在看後面的話 他會是k-1帶進去 就是10乘上百分之一一次方 二帶進去就是10乘上百分之一二次方 所以他公比就是百分之一 ok好 那這個時候 觀察出來前後兩項都是等比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大膽去公次嗎 因為我們確定他是無窮 無窮 那等比的情況 總和嘛 四個嘛就是總和 所以無窮等比級數 只要r的絕對只小於一 那我就可以帶口子 那他r呢 這就是第一個 這是第二個 他們這兩個r都絕對只小於一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大膽的帶口子 1-r是十分之一 分之a1 注意下a1是十 乘上一帶進去 這個才是第一項 所以乘上百分之十 是十分之一 所以1-r分之a1 好出來 那減掉後面的1-r呢 1-1 那a1是誰 1帶進去是十 乘上百分之一的一次方 這是他手下 所以這整理完就出來 大家可以看一下 1-2 1 1-2 1 1 1 2 1 1 1 2 1 1 1 2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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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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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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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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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4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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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2 2 2 那你每次在減的東西 對啦這個0.9是用1減掉它啦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它減的藍色是這個 那我先減好 0.1 那你下一個0.099什麼來的 你說是0.1減掉什麼 小數點兩個再加一個1嘛對不對 所以我寫好了 這小數點4個再加一個1嘛 所以這個時候你減的東西分別把它重新整理 整理到這裡 好那你看一下喔 單獨來看的話紅色你會算嘛 兩個再算完之後再加減就好了嘛 所以這個時候欸這種技巧欸 我要先這樣講喔 這個技巧是你該有的 教不來 你要自己會觀察 所以我會提出來跟你講就是說 你自己在小題目你要自己想很多種方法 那哪一種方法好 你就用哪一種 為什麼因為微積分齁 它在做的時候其實我們講我會教你最傳統的微分方式 也會教你最傳統的積分方式 但是有時候你要解決的問題 一定是傳統解決不了的 那種才會變成你要解決的問題 因為如果你的解決的話 那你就太依賴啦對不對 所以後來的團體都是傳統方法解決不了 但是你是站在傳統之下再往後走的嘛 所以紅色這個就是 就是E-R分之N1 再去減掉 藍色的東西欸 叫做E-R分之N1 那我剛剛就寫好了 這比剛才答案更快 對啊 它只差一件事情 就是要不要先多想一點東西 那剛才我們最原始的方法 就是說我什麼都不想我只寫出它的規律是什麼 也沒有去講它怎麼猜的 就是我整理到最後我就會看到結果 那這個是有在什麼 有在想 有在想說 因為E改成0.1 再改成0.1還不錯 這樣就做出來 好 怎樣 這樣 所以他答案有錯嗎 那就不要相信他 對 那答案錯了 答案錯嗎 那我要改一下 我先9分之100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所以他答案多少 99分之100 所以答案是99分之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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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現在講的第二種解法 那你自己能不能試著再去想看看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想法 我再想一下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所以下一个我想给他看的是另外一种想法 我跟你讲这个题目很好解答案 解答案都不是我们的问题 我们问题是你如果突破他的一些限制 因为你看到他就想想就是无穷等笔嘛 无穷等笔 啊我们就要开始想切开他的方法 所以你现在已经看到用一去剪的那个东西嘛 那他有一种做法就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算 那我就用最原始原始的方法 就是国小的方法最原始占原始的方法 就是我硬算总可以嘛 我就跟你硬算 所以以前在算0.9加0.099 你会写成直式嘛 对不对 那就帮你剪的直式啊 我就写好到这里 那我看来画他绿色线是为了对齐 对啊 就是怕我不对歪掉 那 诶 我现在告诉你我对齐了 那请问一下你知道我要干嘛对齐 因为对齐是方便你去加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对齐完之后 其实我要去看一个 这个什么东西 请问一下他只是这些东西加起来啊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话 你要回到那种国小的那种 那种那种 那种国小 我女儿他们在学一个东西叫做 9897 那问第一个9和第二个9的差别是什么 第一个9叫9000嘛 第二个9叫90嘛 所以他要看这个东西 所以他 我们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要知道这个9在小数点第一位 这个9在小数点第二位 这个9在小数点第一位 第三位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在解构大家的时候 这个加法其实会让你今天在加的时候 可以干脆这样子加好了 真的吗 你公演有没有学过 好那至少现在看过了 就是 这只是一个感觉而已啊 对啊你如果说这有一个0.099 但是我告诉你 他就是0.09跟0.009这个东西 我现在只是要求你这么无穷多的书店 里面的每一个第一个酒都拿出来给我 都拿出来给我 所以这个时候我制造出来 你本来是这样子家伙 我现在是告诉你这个东西 你告诉我他是谁 那第二个东西是谁 第二个东西当然就是从下一个嘛 0.9下来 歪掉了 以此内推其实你会知道我要算的东西就是 我要算这些9 就是他代表的数据是什么 所以请你看一下 第一个黄色的那个0.9会是谁 你应该可以推出来 他叫做0.990块 我这样解没错嘛 那下一个呢 其实你也知道他是谁 他只是小数点后到第二位都还是0而已 因为他没有东西 所以他是0.00990块 那在下一个这个呢 你会发现他到小数点第几位 第五位才有数据 所以0.0099块 就这样而已啊 那如果再整理再看一遍的话 你会发现这是一个什么数量 等比啊 你这个时候你这样子去看的话 你就从两个等比的合成 变成只有一个等比的合成 你能够看到 你就是在算这个东西 加上这个东西 再加上这个东西 你只是把本台再加的那个构造 解构而已嘛 对不对 解构完之后你就是一个等比 这个等比是多少 你百分之一啊 那你知道你的首相是谁吗 你的首相他名字叫做1啊 0.99线话 我们一开始来开 他就告诉你他就是1了 对不对 所以后来你就得到1减百分之一分之一 结束 所以99分之一百 答案出来 怎么出来 所以当你能这样子切割他完之后 你就会知道 这就是首相 他其实就是1 而你每次在乘的东西 叫做百分之一 所以1减百分之一分之一 好更快 9十九分之一百就出来 好 这叫做拆解的方式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算一个东西 你会拆我知道 可是有时候你第一种拆法不行 那你就要试第二种 第二种不行就试第三种 那你不能说今天我穷 永远都只要靠第一种 如果只要靠第一种 那我基本上我学就马上就学完 所以以后你的累积的方法就是带累加 而累加的方法是不是只有那么唯一的一种 这样吸根法这样子带也没有不一定 有时候你要做一点巧思 就是你虽然跟我说你要A加B 那可是实际上我要将你A拿一点点东西 B拿一点点东西 好那剩下的东西再另外再存产 这是新的东西 好啊这种加法的方式 就是我们就像称它叫做什么 重金分解再组合 我还是要你每一项加起来 但是我的每一个项 可能都要掺杂别人之后才能变成一个新的项 好这个加我们理 好所以无穷等比集数这件事情 我们就教完了 好那我也顺便把那个甲戟的概念也拿进来 刚才昨天有一题就是用甲戟的方法去求答案 好OK OK 那接下来 我们就来解决一题拿来提到 像我跳过的那个犯例时期是因为 它不难 它难的是那个题目包装 你把题目包装卡管之后 你就知道它是等比集数 所以你只要知道等比就带购次了 所以现在我不是在教你怎么去拆 拆东西了 好那甲戟的话昨天有稍微讲过 我就是我早上比我大的早上比我小的 那我这样子去加起来就 就可以去加其他的答案 所以我现在需要一个题目 选修人 好了 好 谢谢 好 好 詞曲 李宗盛 他不在乎答案 他只在污辱 你知不知道他收斂的事發生 所以我們來看這兩題就好 好 就我們看下這個題 好 這兩題 學姿裡面的這個 1-1裡面的那個CTP 裡面有這一題 第五題 那這一題 他問你說 我只要問你這些東西加起來他是否收斂 我只問你他加起來是否收斂 所以第一個他會不會收斂 第二個他會不會收斂 OK 這樣不行 好 那第一個他是不是收斂這件事情的話我們要先確定這件事情 就是我曾經講過嘛 你能不能收斂其實我們要先做第一個階段的檢查 就是你的像 我不可以相信這一個像就是他的DN像對不對 因為我看得出來不是DN像 他是DN加1像 因為他的第一像是這個 第二像是這個 其實這個不要寫也沒差啦 OK好 不管 反正他寫這個有點賠罪啦 OK 所以這樣的話看起來 第一像第二像第三像第四像 跑到那邊叫做第二像 或者是我現在稱他叫DN加1像 那我那個時候說你的總和要能收斂 那我一定要先有一個最基本的條件 就是你最後的像要收斂在你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構造 他的構造 其實他的 這個構造叫做N結合之一 那你可不可以保證他一定收斂在你 他一定可以保證啊 為什麼 因為光NN之一就收斂在你了 你還N-1乘上N 還有N-2乘上N 再乘上N 所以他那個分母的大小比N分之一還要大 什麼問題 所以你要去證明他會不會收斂 其實很簡單嘛 你只要說他小於N分之一 那大於什麼東西 那這個兩個東西就把它夾出他在你了嘛 所以我可以確定他的T 他的無窮相是收斂在你 所以我有機會來 來討論這個總和會不會收斂 好 所以這個時候來 這一題會不會收斂 不知道 好 那我再看下一題 那下一題他也是 他雖然寫了C個碼 但是你知道他在寫的東西叫做1分之1加2分之1加3分之1 一直加到多少 1分之1 再繼續加一點點 好 一樣他的DN相就是1分之1 那一定收斂在你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總和應該也有機會來討論他收斂 好 所以這兩題就是一個很經典的問題 叫做 我的相最後都收斂在你 那請問下我的核會不會收斂 我只問你核會不會收斂而已 那收斂在哪裡可能我不關心 為什麼 因為他可能他的收斂值 不是我們現在隨便就會轉出來 他可能要用到為幾分 OK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他可能是發散的 所以你也不用算他 可是問題是他相後收斂在你 那怎麼確定他核會不會收斂 所以來看一下 樓上怎麼確定他會不會收斂 所以我們就要去關心一下樓上這個東西 那這個問題 我們就要開始想 我們在找這種收斂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先從到最原始的 我們在講速斂會不會收斂 我們最原始的說法就是 就是什麼 就是 就是 如果你的速斂本身 如果已經確定他是一個嚴格地爭 對不對 那如果不小心你找到有一個蓋子 那他基本上就收斂 那如果那個蓋子叫做上界 那個上界又是最小的上界 就是蓋住你 當然你不會超過 不會超過那條線 但是那個蓋子一直往下降 降到那個最小的上界 你就是收斂值 就是那個K字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在做一個大膽的假設 如果今天我知道 他是地震還是地減就好辦 你現在知道他是地震還是地減 那總和一開始如果只有一項塊就是一 結果他現在如果總和是兩項塊 那就會變大 那如果三項更大了 所以他有在變大對不對 所以他是地震 嚴格的 好那接下來我只要找到一個上界 所以我現在要找到一個他永遠不會突破的人 所以你要製造一個他不會突破的上界 所以要怎麼去製造出一個他不會突破的上界 所以我要找到一個東西他比你還大 所以這個是我們找到的方法 所以這個是我們找到的方法 一跟你一樣大 你加的是一分之一 那我再加下一個東西叫做二的零次號分之一 還是跟你一樣大 但是我再加下一個東西 我要寫的是這裡 二的零次號分之一 好請問一下我們這樣子寫 因為我感覺到樓上的都比樓下大 就算沒有比他大的時候也是跟他一樣大對不對 這個跟你一樣大這個跟你一樣大 所以他加他分他再加他 他還是可以當你的蓋子 因為你還是沒有破的上界 可是我再多加一項的時候 那我也再多加一項 他還是跟他一樣大 為什麼 因為二的零次方其實跟一乘二是一樣的 所以樓上還是可以當他的蓋子 好 可是我再多加一項的時候 他是乘以三 那我再乘怎麼樣 我再乘以二 其實講白臉他就是說 他到這裡是一樣大的 那你接下來你這個東西你乘的是三 那我乘的是二大 那你這個再過來你乘的是四 我再多乘一個二啊 所以你每次乘的東西不一樣 但是我每次都乘以二 好 那這個時候來看一下樓上比樓下 小還是大 因為他是導數啊 所以 雖然數字有變小 那導數就變得比較大 所以我加的還是加的比你大 我加的還是加的比你大 我加的還是加的比你大 所以按照這種做法的話 我沒有找到一個藍色的一個幾數總統 是比他大的 而且我們今天如果切開來 這個叫做S1 這叫做S2 這叫S3 這叫S4 以此內推的話 我已經找到這個數列五列的上界了 對不對 好 那我現在只要確定這個上界收斂了 那我 不就是有蓋子了嗎 就是這個上界有沒有收斂 有吧 所以我們如果稱樓下這個叫做SN 那樓上這個我們就叫TN 那就要 你就會後來用奇怪的符號叫做UN UN的話就是UP 那LN的話就是下界 UN就是上界 以後的名詞就是這樣 所以我找到一個UN 所以你找到UN 大於等於SN 且 SN為 嚴格逸真 我本來想要用夾擠 可是後來我們發現 你找不到下界了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去說 那我就確定他只要是單調凱數 那我就只要用單調凱數那種什麼 你這樣往上找 可是如果上面樓上有一個很明確的蓋子蓋住你 那我就確定你受斂了 你懂嗎 因為表示 如果你要一直長到無限制的話 那你應該會突破我的蓋子走掉 對啊 而且你又不是那種被震動的來跟中去 所以你一定要在原口地震還是地減的環境 那我確定你是地震還是地減 我就去看我要找上界還是找下界 所以我現在HP 我全部都找到了 所以這個時候 以前LIMITER UN N取機我確定 已經知道他的答案 叫做 他第一項有點怪 所以他第一項我無法設計 是跟後面同一個系列的 對不對 這一項我無法跟他歸類在同一個系列 所以我就把它獨立出來 從這個系列之後呢 他就是等比馬 他等比公比叫做 A1叫做 A1叫做 220次方分之1就是1 所以最後他收斂值在3 所以我的上界收斂值在3 那我就有一個蓋子就是3 因為他3我過不了 好 那3是不是最小上界 答案是5號 我不知道 因為有的同學就會跟他說 老師我不要用2 我用根號2 還是用根號5 還是根號7 其實我可以製造更小的上界 但他這題沒有要求 答案他只要你怎樣 確定他是不是收斂值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技巧 OK 好 所以夾急地平 他其實是 有一個技巧叫做上界下界都要找得到 好 可是如果你發現你中間那個東西 他是一個地震 那這個時候你可能不用找到下面 你只要找到上面 那如果他是地檢 你只要到下面 不用找上面 好 原因是什麼 我前面都有想過 好 所以這一點我們就解決了 所以這個叫做 如果你是嚴格地震而且有上界 好 那我不知道收斂值 但是因為有上界所以才收斂 OK 那看一下 好 那下一個勒 1分之1加上2分之1加上3分之1 這個東西加起來他的答案 OK brush 看起來 好 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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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